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硬以譴責的立場 李宗盛以修改課綱方式 尤其事實 達成政治目的 硬以譴責 我們把它仔細的來看 這課綱裡面這次的修改 有三個很重的問題 第一個 新課綱三分法 這樣合理嗎? 這是國世界的趨勢嗎? 高中歷史的新課綱 不再歸為台灣史中國史的世界史 而改編為台灣史 東亞史的世界史 中國史便放在 變成在東亞史裡面 討論 編顧減少三分之一 蔡政府刻意翻檢 中國史的編顧 刻意去中國化 刻意去中國化 它的政治目的自為明顯 而且 這個部分不符合 世界的發展趨勢 第二個 忽略日本破壞台灣的歷史 爆日本大腿 國中歷史新課綱 在當代台灣的部分 名列228事件 及白色恐怖 但是在日據時代 日本統治的時候 卻明顯忽略 1930年 援助民主末浪到 抗日的英雄事件 還有1937年起 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 衛安婦等許多 日本壓迫 台灣同胞的許歷史 卻刻意不放進去 這樣以歷史的退得起 曾經接受 日本破壞的台灣同胞嗎 這樣的歷史 編寫合理嗎 第三個部分 以主題式的教學取代 編歷史的教學 未來犧牲 對歷史的認識 將更為零星片段 未來將失去 學習歷史的真正意 今天學者講 真的 我們常常在嘲笑 真正會發生 張揮打葉揮的情況 今天的學者 特別提出來 他可能 對歷史的學習會騙到 所以 執政黨 以修改課竿的方式 扭取歷史事實 要達成 去中國化的目的 輔助於 兩岸關係的 穩定發展 我們黨團 特別予以強烈抗議 予以譴責 接著 請 Let's start with you 謝謝 我們看到這次的 課綱啊 的一個修訂 很清楚看得到 他是以所謂的世界觀 來包場 去中國化的火星 以世界觀 來包場去中國化的火星 那麼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蔡政府 面對兩岸的關係的激動 沒什麼沒所 沒有偉大的招數 奔命的透過 自嘗試的方式 來跟中國大陸的對抗 這就是其中一個 而這裡面 他也不斷的 要去中國化 來向中國大陸表示抗議 其實大家都了解 這不僅僅是文化台獨 已經走向遲遲台獨了 從克剛的編列 就很清楚看得到 我們大家都說 要滅其土 先滅其死 你滅了中華民主請問 那我們是什麼主辦 我們都是中華民主的DNA啊 海峽兩岸 也都是同胞啊 上面留的是同樣的血液 這樣的DNA 相同的DNA 相同的祖先 你不認 難道會認日本嗎 而且台灣死 一開始就是以日濟時代 日本殖民時代 來開始 所以他要認 任日本人為主先 的這樣的動機啊 是昭然落街啊 我們看得很清楚 這個政權 民進黨政府 已經去中華走到一個 著火入門的地步啊 這種 數點望中式的 全面否定自己的DNA 只會 遺憾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 我們黨團 的訴求 很清楚 那就是第一個 絕不接受這樣的 審議的一個結果 而且 我們也強烈請責民進黨 用台獨的意識形態 現在這一次赤裸裸的加注在 年輕學子的身上 開始對年輕學子進行洗腦 我們呼籲全國人民 有之之事 一起出來 有內的表達抗議 那麼民進黨用文化跟教育的 一刀切斷跟中華文化的擠蛋 事實上 最後受傷的 還是全體台灣的地方 好 下面請回答外委員 對 昨天 其實 全國的 的人 應該要非常嚴肅地看待這個事情 我們的主權是日本人 絕對不是的 我們是炎黃子孫 在台灣 你可以不喜歡共產黨 蔡英文 你可以不喜歡 我們老總統 蔣忠正先生 你可以不喜歡共產黨 你可以不喜歡國民黨 但是 你不能不說 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日本人 大家想 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如果說 你連你的主權都不要了 而且 你要去 複合說 你是日本人 我們不要忘了 剛才兩位委員都提到 日本人殘殺了 我們多少的 我們的 我們的同胞 強姦了 我們多少中國人的 護理 之後 我們 不是在 呼籲 掀起 對日本人的仇恨 可是 你居然去認同 從日本人 說你是 從日本人的文化開始 來說明 台灣使的一個發展 我是覺得 全國的老百姓 應該是非常非常的氣氛 如果說 大家還認為這事情 大家不要去談這種意識形態 我是覺得 最後 最後 你信什麼 你都忘了 你對著其 你的主權 你對著其 你的後代嗎 中華文化 五千年的悠久 的歷史 在世界上 是四大文明之一 那麼好的一個文化 你不要了 只是為了一個 台獨的理念 不要你的主權 不要你的文化 不要你的歷史 我 真的 我講到這裡 雖然語氣很小聲 但是非常非常的氣氛 幾乎到 無法言語的地步 我跟 全國的 我們的 國人報告 這個事情 我們不去遏止 絕對會引起 兩岸的戰爭 這個事情是 非常非常嚴肅 因為民進黨 已經 向台獨 這個方面 跨大了非常非常大的一步 只剩下 沒有把台灣的國旗 換成民進黨的黨 其實我們昨天 在洛杉磯的鏡頭也看到 蔡英文心中有中華民國嗎 我看到一個畫面上 只有一個一小面的 一個曹光拿了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旗 其他的都是民進黨的黨旗 所以 蔡英文 不要 把台灣推上 戰爭的邊緣 蔡英文 你去做日本人 我沒有意見 我們絕對不是 日本人的後輪 好 謝謝 下一位陳 陳玉米委員 好 大家早 這兩天在教育部 我們審這個十二年的 國教的這個課綱 那這個大家也知道說 昨天審查的結果 在這個高中的歷史 這個課綱已經拍板 而且已經去中國化 綠營 做這件事已經得逞 我們在電視表達 非常的遺憾跟痛心 所以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個課綱的審查 委員會總共有四十八個人 昨天出席三三個人 可是很多的提案呢 表達同意的都是個位數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意見 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為什麼會沒有意見 是不是 都是只是打手被派進去 大家知道說 整個四十八個委員裡面 根據他的這個規定 組成的運作的這個組成跟辦法 我們知道說 在這裡面其實 官方代表就是 是由這個政府機關的 就有十二個 另外呢 他還依據了這個政黨的 我們立法院政黨的比例 來提出來這個公正 社會公正人士的比例 所以大家知道說 這樣子的組成不是一個 運作上面就不是一個 非常合理的一個機制 所以當然很多的提案呢 都被用霸凌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我們在這邊表達遺憾 那另外呢 今天我們看到的 他整個這個課綱的過程裡面 這個歷史的課綱 以強調區域為名 把中國史併入了東亞史 然後再次引發去中國化的這個爭議 而且這個根本就是民進黨 執政以來一貫的伎倆跟思維 所以不管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教育文化外交貿易 一切的政策都是繞著 讓中國消失的主軸在運行 所以我們表達非常的遺憾 然而呢 我們說一幕一指遮目了 一指遮目 沒看到大山 這旁人的大陸是處理不了的 眾人只好假裝看不見 這個民進黨他們就是有這個本事 明明就是眼前就在對岸的 這個大山它是會看不見的 而民進黨集了這個全黨的力量 進行去中國化的事情 例如推動各種正民的運動 結果受害的是誰 進行去中國化 例如還有跑到各種國際組織去抗議 結果有什麼收穫嗎 努力從事金援的外交 結果成本效益比有沒有提高 以及進行中的對課綱來動手腳 結果呢 蔡政府有真的把中國變不見嗎 更不要講說把中國史放入東亞史 和世界史的脈絡中 這個就很自閉啊 有全球化的視野嗎 從此中國史變成了外國史 台灣史變成了本國史 加上美化被日本殖民經驗的皇民史冠 更可以加重日本在東亞史上的地位跟分量 這樣每日的行為完全無助於我們 將來培養我們下一代的台灣史冠 而且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之外 但親近日本人的這個新台灣人 將來培養出來這樣子的我們的子子孫孫 其實是非常不治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誠懇的也是嚴厲的呼籲這個教育部 在這個審客當期 今天繼續在審這個課道 能夠力挽狂瀾 面對我們的過去的台灣的歷史 我們知道說其實過去 杜正盛當年提出這個同心圓的理論史冠的時候 他曾經強調我們學子們應該要立足台灣 關懷大陸放眼世界 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 應該要逐步增加中國史跟世界史的比例 而且他還主張荷蘭民政及清朝的歷史 都要抱持台灣與中國大陸密切關聯的角度 才能夠介紹我們現在的命運 所以現在回顧起來 其實現在數點忘足的就是蔡英文政府 我們希望他能夠懸來勒馬 但是看起來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呼籲全國民眾 關心我們下一代的教育的家長們 應該一起站起來 一起來反對這樣子的去中國化的一個課綱的編列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